8月18日 美国再生医学研究应用中心 洛杉矶圣盖坡总部 举行了隆重的开业典礼 好 我们这个再生医学研究中心 主要的就是采用这个最新的 美国的发展的科技的 特别是在干細胞方面的成就 就是来作为临床的研究 我们会对每一位客户 每一位病人作为全面的医学评估 第一步就是医学评估 然后再作为根据他的这种 所有的健康状况和疾病的程度 来制定个体化的治疗的方案和方法 特别是在干细胞方面 我们有采用这种 有洋水干细胞和期待血干细胞 这种多种的这种细胞治疗 在这个这些的都是 这些产品都是来自于 美国的这个FDA regulated的 这些实验室进行 而且符合美国的FDA的 有关的条款 特别是361的关于人体细胞组织 及其产品的一些条款的规定 所以是安全的 那么我们有这种产品 在美国临床 已经适用了上万例 而且都是比较稳定的 没有出现一些特别的不良反应 所以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 当然我们这个中心 重点是在 下一步重点是作为 临床的研究 特别是在糖尿病 和这个中风的后遗症 还有各种关节炎方面的治疗 这是我们研究的方向 洛杉矶圣盖博士市议员廖清禾 爱尔蒙地市市长安德烈金特罗 加州参议员参选人物国庆 三姆绍执行长大卫格林 中国日报社社长江启光等 到场祝贺 南加州健康检测中心 是一个非常全面的 而且精准的检测机构 我们搜集了美国 日本 还有德国最先进的检测 都把它聚在了 我们南加州健康检测中心 我们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很精准的 这个放射科医器 基本上全美国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机器 全世界来说 都是非常领先的 我们的尊职就是 能够帮大家 最早的检测到问题 然后在最及时的时候 提出一个治疗的方案 在这个之后 我们有一个长达一年的 一年为期的追踪服务 由我们雇来的专家 来做这个追踪 基本上不管是在我们的客人 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 都能够及时的联系到自己的专家 美国再生医学研究应用中心 欢迎参与临床研究的志愿者 并提供完善的线上线下健康咨询服务 好的 干细胞 这个主要是 它的来源 我们刚刚提到了 它的使用方法 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静脉塑液 根据病人或者是健康者的 使用者的不同的情况 选择使用的方法 静脉塑液 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局部注射 局部注射 特别是在关节方面 这种各种关节炎 可以用于干细胞 因为干细胞 这个里面 它有很多的 这个生成的新的细胞的能力 特别是还有它 如果我们现在和这种叫 血小板 这个富含血小板的血浆一起使用 那有更多的生长因子 在一起工作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有很快的 很有效的 能够促进组织的 预和和修复 这个 这是我们干细胞 使用的一个主要的方法 开业典礼结束 随即举办了 干细胞与健康 再生医学国际研讨会 全球新闻 洛杉矶报道